方言雅旭公元2022年1月7日 补子第一奖 高本丽老师主讲 高老师请开奖 谢谢您 大家好 先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 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补子 补子是什么呢 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解释 就是它是明清两代 用以表征官皆品级差别的标志 那文官是以擒鸟 五官是以猛兽 在前胸及后背各有一块 所以又有胸背背胸的名称 还有花样的称别或简称补 也有称为方补或补方 那如果呢 大家对骨子这个名词 还是觉得有点陌生的话 我们看下一张这图片 我想你一定不陌生 因为我们可能常在 清代的老照片啊 或者是我们看电视剧上面 都可以看到清代的这个直官 穿上这种补服 前面就会有这个方方的一块 其实当然清代的官服有很多啦 像从什么祭服 潮服 公服 那可是这个补卦它是 一般来说它是也有称为吉服卦 就是穿在这个我们一般所谓的龙袍 蟒的外面 这是清代最主要的官服之一 穿用的场合最多 所以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影像 那当然补充说明一下 这张照片呢 在1904年拍摄的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片啊 那只是说 我想说用彩色的会更明显 那更清楚一点 那我就找了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好的这种高清 而且是有经过考证的这种上色的照片 因为看彩色比较清楚 那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影像 一定很熟悉 那补兹的英文翻译之一呢 是叫Mandarin Square 那翻得很好啊 就是官员的那个方块啊 那在之前大概 可能是1980年代 70年代之前 对于补兹的翻译 都是用沿用这个翻译 可是实际上 补兹不是只有方的 像如果是亲王 郡王 贝勒 贝子 贝子以上的皇亲 是用原型补兹 那其余的话 才是用方补 所以不是只有方形 所以现在 如果英文翻译 大概都是用rank of badge 其实又是一个徽章 一个insignia 如果大家想要去 网上搜寻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名词 那当然Mandarin Square 还是一直沿用到现在 因为它这个翻译也是非常贴切 官员的一个方块 因为官员就只能用方补 那我们现在来看彩色的图片啊 刚刚那张照片是黑白上色的 那我们看一下彩色的图片 这一张 这幅画呢 是北京物工博物院所藏的万数元次验图 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觉得 哇那时候大概就有空拍机 它是一个那种鸟看的这个方式 看了整个的场景 那什么是万数元 试验图呢 万数元是在现在 承德的避暑山庄里面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是在 就是清代的皇帝很喜欢去那边 有时候去避暑啊 那算是一个行宫 那这幅画是记载乾隆皇帝 在乾隆19年的时候 1754年 他在这个就是避暑山庄的这个万数元内呢 招待蒙古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因为当时蒙古的有几个部落的首领 就是投靠于清廷 那对于清廷来说的话 就是清 满清政府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等于说评定当时准个人那边的 就是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呢 乾隆皇帝在就是大宴宾客 在招待他们 那还请了这个宫廷画家 郎世宁王志成等人啊 一起做的这种即时性描绘 那这个画呢 真的是就很像现在的这个 有大的宴会时候 有人来做一个录影跟照相的工作 那大家现在看 我们这边左边 左边左下角这边就是拉近来看 就是乾隆皇帝入场 那你看他有16个太监 抬着他出来 左右的文武百官 促勇他进场 那然后旁边呢 就有这些百官 有就是清代清朝的这个官员 就是跟这个蒙古族的这些人 贵迎这个乾隆皇帝入场 那我们再拉近一点看 我们就很清楚看得到 前面这一排呢 一定是就是爵位比较高的 你看这是原补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被子以上的黄青才可以用原补 那这些其他的就是在后面 就是方补 那我们这个原补方面 我们是下一个礼拜 我们再深入的介绍 我们今天着重于这个 就是官员的这个方补 那刚刚讲到 是明代跟清代两代的 这个直观的一个 一个标志 就是补 所以明代的补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明代的补子跟清代的补子 有一点不同 主要就是说 因为明代的补子 它是用在长服上面 当然也是官长服 也是常常所穿用的 所以大家一定也看过 明代的这种画像 前面有一块方方的补子 那因为明代的补子是 明代的这个官长服 跟这个刚刚讲的 这个补卦的样式不太一样 补卦是前面开金的 所以呢 清代的补子就有前后的分别 前面的就是中间有开成 就是裁成两片 那后面是一块完整的 那明代的这个补子呢 就是前后补子都是一样的 都是完整的 而且因为服饰的关系 所以它的尺寸通常比较大 那这里就先说明一下 清代的补子 大概是30公分左右 那明代的补子 大概40公分 可是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因为它并不是说 像拿尺量都是 每一片补子都是一样大 那大概有 大概四五公分的这种差异 也就是说 清代的补子大概是25公分到30公分的大小 那明代的话大概就是 3035公分到3940公分这么大 那我们现在来正式的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我们是有一点是以线上展览的概念 所以我刚刚在之前也讲过了 就是我们这次呢 大家很幸福的可以坐在电脑前面 我们来观赏各个博物馆的一些 这个馆藏关于补子的收藏品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可以 就由我带着大家来观赏这些补子 那主要呢 我们分了五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 我们要讲一下补子的历史啦 溯源 然后第二个呢 是第二个单元 我们要讲清代补子的鸟兽文样 我们清清楚楚的来认识这个 刚刚讲了是 他们是怎么样来分等级的 然后第四点呢 就是补子 跟祖先画像 其实除了祖先画像 就是明清的肖像化 还有一些 旧的照片图像中 来看补子的穿戴关系 然后第五个是补子的发展 还有流变 那我们今天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呢 就是在 主要是前面三个单元 那刚刚讲的 既然是以线上展览的方式 我们这些补子图片的来源 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个 我们会从 我想我们 很多像我们看什么 影片啊 Credit都是放在后面 那我是想说 我们今天就先来介绍 也谢谢这几个 这几家博物馆 能够将他们的馆藏品 就是放在 就是 网站上面 可以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 可以欣赏到 这些精美的补子 第一个是北投文物馆 那当然是因为 我以前在北投文物馆工作 那实际上 北投文物馆的补子 其实只有二十来件 也不是特别精彩 是在 这个 而且都是在 晚清 就是清代末期 大概19世纪末期 或者甚至20世纪初期的补子 可是毕竟是我研究 补子的起点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看一看 然后另外就是 台湾的国立历史博物馆 在台湾的博物馆当中 大概是历史博物馆的 收藏最为丰富 那因为我2017年 也帮他们写过一篇文章 利用他们的典藏 而且我也意外的发现 就是说 因为刚刚前面 我有提到说 我本来在北投文物馆的时候 有机会整理 张敏洋先生收藏的 一百件补子 可是后来 就是当然这些就是散失了 那没有 后来没有做成这个 这个整理的工作 那其中有部分的 这个补子是 后来是到了历史博物馆收藏 那而且呢 等一下我们在后面 也可以看到 我竟然发现说 有的补子 前补在历史博物馆 后补是在北投文馆 所以今天可以在 在这个网上 让他们这个团圆一下 然后第三个是 加拿大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还有第四个是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两家的 这两家博物馆的 补子收藏 可谓 作为丰富 那刚刚有提到说 我在这个 1984年开始 就是收集补子的资料 那时候 国内的资料 非常难收集到 那 而且 而且那时候 可能这些补子 对于 就是外国人 他们比较喜欢收藏 所以大量的补子 都是在国外 那因此呢 很多资料都是 必须靠这个 就是国外的资料 那我记得 我那时候 找到一本 一篇文章跟一本书 左边这是 Dr. Kamen 他是 就是 他在哈佛大学的 亚洲研究记刊上面发表的 这是1944年的 他上面的图片都是 几乎大部分是 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 图片 然后右边 这个是1977年出版的 这个 就是美国 皇家 安大略 Royal Ontario Museum 就是安大略博物馆 他们出版的 就是清代的服饰 里面有很多笔子的照片 这两本 这一篇文章 跟这一本书 也算是我研究 谷子的一个启蒙 而且呢 大家看到 这都是黑白照片 因为那时候 那个年代 几乎都是黑白的 那像这本书的话 只有中间级也是彩色印刷 那很高兴 我们这一次 这两个博物馆的收藏 加拿大的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大概有300多件 而且它这300多件呢 其中就是有的是成套的 也就是说 它是前后补都有 所以它超过了 有400多件的收藏 然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也有300多件的收藏 所以这个是我所知道 除了当然私人收藏 人家不知道 大概博物馆里面 这两个博物馆 是收藏最丰富的 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 补质是从这两个博物馆 所以找到 就是提供出来 参考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美国国家亚洲 艺术博物馆 那可能大家对 这博物馆陌生 可是很陌生 因为它现在才 这几年才正式 这个名称 它以前是有两个 实际上它是有两个 这个小 Gallery所组成的 是在DC 就是美国 Semisonia的机构里面的 他们的 他们的补质 其实趋止可数啊 就是常量 不是他们的强项 非常少 可是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他们有 很珍贵的 这个清代的肖像画 所以我们可以上到 这里面去 就是 尤其是下一期 我们会有很多 有这个美国国家 亚洲艺术博物馆的 这些收藏的图片 然后再来就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 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的 中英文名字 都非常的长 所以英文现在 就是简称Pen Museum 那中文的话 我们通常都是讲说 宾州大学博物馆 他们的补质收藏 也非常的丰富 那既然有以上 这个台湾的 还有这个加拿大 还有美国的博物馆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个 英国的维多利亚 与Albert Museum 他们的收藏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可以 欣赏这几个 博物馆的 补质收藏 当然 除了这几个博物馆之外 当然还有 其他来源的 这个 就是图片 那我也都会 一一的注明 在进入我们 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 分享一下 这个网路文章的 迷思 因为我是想说 今天如果讲完之后 大家有兴趣 可能会想说 我也上网找找资料 那我想说 在大家上网找资料的时候呢 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就是先来 就是避免一下 这个网路文章的 一些雷区吧 就是错误 那刚刚我讲到 现在网路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 各个博物馆的一些 补质收藏 可是这个 谁可宰州 亦可复州 就是有好处 有坏处 因为大量的消息 传得太快 有对有错 像就补质来说 我最近上网找资料的时候 就发觉说 一打了补质 你会看到很多文章 就会写说 这个衣冠禽兽呢 是从这个明代的补质来的 因为这个 这个补质上面呢 有这个情鸟跟兽文 那因为这个 所以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呢 它本来是赞美的词 就是你是当官的 所以你的衣服上面 有这个情鸟跟兽文 那后来是因为这个 明代之后 这个贪官污吏很多 所以就表示这些 这个上面有情鸟跟兽文的人 都是道德不好的人 所以叫一观禽兽 讲得这个头头是道 而且好像很有趣 就是因为有趣 所以这个文章就广为流传 我记得前几年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你是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我从 一九八几年开始 对补质有兴趣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这种说法 而且呢 去查了这个中文大词典 汉语词典 词缘词汉 他都是想说 这个衣冠禽兽 都是这种 就是指这个 道德不好啦 行为卑鄙的这些人 并没有说 它是赞美的词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真的是有待 而且讲这样子的文章 并没有说出处在哪里 好像变成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所以大家有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很多时间来去探讨这个问题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我个人觉得 这个衣冠禽兽这个成语 跟骨子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大家如果找在网站上资料 有写说女子贤德只用擒鸟 所以不会用寿文 这也是比较是 断章曲域的讲法 因为明代是有这个记载 一品二品的女子 有这种命妇 她有用这种擒鸟文 可是是在她的狭配跟这个被子上面的 这个等于说是一个编世的文章 那当然因为 这些典籍中对于女子的服饰记载的不多 不过我们可以从后世的 像明代或者清代的绘画 画像中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我们 也会在这个我们文章的分享中会提到 那另外就是第二个就是 我想不只是这个补职的问题 很多的这个网络的文章 他给你一个很耸动的标题 然后你就会觉得 如果你没有仔细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哦他就是讲这样子 像很多网站上面的文章就说 补职源于五则天 那其实五则天是跟补职的 这个发展是有关系 可是并不是五则天他创造的 那这个就是其实 这个也是在网络上常常有这种 让人迷惘的这个文章 第三个就是图不对文 如果大家有兴趣上网去搜寻 补职的资料的时候 有大量的图片出来 那实际上有很多就是不复合 比如说他明明是四品文官的云雁 他写的是三品的这个 三品文官的补职 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大家转 就是错误的转贴来转贴去 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形 那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 我们就好好的来解释 每一个品级他的鸟文或兽文的特征 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说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原来错误就一直错误 或者是说他引用图片来源有问题 或者来源没问题 可是自己有问题怎么讲呢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右边的 这一块骨子应该叫做兄辈 就是韩国也就是朝鲜的兄辈 韩国就是朝鲜李朝他们的这个一直沿用明代的称呼叫做兄辈 那在如果大家上维基百科的中文版的补职 他是用这张图说是文官一品的补职 那实际上我后来找到了这张图片来源 他是就是在我们洛杉矶附近的这个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就是我们说的LACMA 实际上在LACMA的典藏的里面 他明明就是说这个是朝鲜的兄辈 可是在引用上面就往往错误 那或许大家觉得说 这个白鹤看起来都一样 我怎么知道是中国的还是朝鲜的 那我相信今天看完之后 大家会绝对看得出来 韩国就是朝鲜的兄辈跟中国的兄辈 是明显的是不同的 终于好好的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第一个单元是补职溯源 我们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 把这个补职的这个来源历史 把这个脉络我们来搞清楚 那以补职来区分官职等级的制度 是始于明代 那在明史余福志里面有清楚的记载 在红武二十四年定 公侯 驸马 驳 他们是绣 是他们的兄辈是麒麟跟白泽 那文官有一品有仙鹤 锦姬 三品孔雀 四品云雁 五品白弦 六品露丝 七品七赤 现在也有念法师念西区 八品黄梨 九品鞍唇 杂质炼雀 风险官卸制 那五品一品二品是狮子 三品四品是虎豹 五品是熊皮 六品七品标 八品是犀牛 九品是海马 那如果大家对于年代比较敏感的话呢 或者你们会看到有说 补制是开始于红武二十六年 那是在大明会典上面的记载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有误差两年 不过也差不多是那个时代 那实际上在明代的典籍中 有用不同的名词 像有用花样 胸背 补制 那不过到了 在明代初期的时候 大概是花样 胸背用的比较多 大概到明代晚期的时候 就比较沿用这个补制这个名词了 那在大明会典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有看到有这个图像 这个是麒麟 左边是麒麟 这个是白泽 那还有就是文官的花样 是仙鹤跟景姬 不过在大明会典这个图像 画得有点像这个花鸟画一样 那实际上当然它还是每一个 画出每一种鸟的特征 只是说真正的补制 又跟这个图像有一点差别 那补制的制度是从明代开始 但是它也并不一定 不会是凭空出现 我们以下的文字会比较多 我就大致地念一下 那大家可以这个就是也是迅速地看一下 那讲到这里的话就是我们 因为这个我每次觉得说讲到这个 这个上书异记篇 《语欲观古人之相》 《日月星辰》等等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都觉得很巴骨 可是我越研究或者是越看这些文章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就像说我们了解历史的时候 还是要从根本来看起 那这个在上书记载的这一段话呢 就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 然后《中夷朝火分泌复复》 这十二个十二种图文呢 我们叫做十二章 那从历代呢都采用 在于这个君臣上面 以他的数量的不等 他的这个张数最多的 当然等级最尊 那天子用十二章成辽地检 那从周里记载历代沿用 甚至到了清代 虽然清代是我们知道 他是从关外入主中原主政 可是他们的服装 虽然他们沿用 他们原本的这种服饰制度 跟汉族不太一样 但是在图文上面 他们依旧采取了这个十二章 那甚至到了1915年 袁世凯复辟的时候 他还穿了这个有十二章的祭服 去祭祀天坛了 所以这十二服装的这个图文 对于中国的这个服饰的影响 这个文化思想 营养想的非常大 那当然每一个后来也是 儒家也给了他赋予他 上面每一个图文的意义 那所以最主要这个十二章的 图文造型是用语来 别尊碑 就是像在汉朝班固的 白虎通义写的最清楚 他就是一句话 就是点名了这个精髓 就是我这里 有highlight起来的这句话 就是表德劝善别尊卑 圣人所以制衣符合 他除了是七世必行 就是说遮蔽身体之外呢 主要就是能够表德 劝善别尊卑 其实这七个字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中国传统制度的中心思想 那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补子 其实它是成继了这个 在让穿着者呢 有尊卑有序的一个法度 那到了这个唐代 这里就是字比较多 我就不一一念了 唐代呢 在旧堂书 渝夫智还有唐慧耀都有记载 午后的时候呢 他曾经赏识群臣袖 那上面有鸟兽文及文字 那这里就是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 刚刚讲到网络上 有些文章就说 哦这个 补子是五则天发明的 那实际上 如果大家仔细看 这些文字的记载 他并没有说 他是有说 有什么对焰 有对麒麟 对虎 对鹰 这些 就是情鸟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文的图文 然后还有 就是有文字 绣成这个八 每八个字八个字的 这个文 绣在袍上 那 这个确实是 应该是他影响到了 明代的补服制度 可是到目前 我们并没有发现说 唐代的这个图像 或者是说 出土的东西 他是在前胸后背 有这个图样的 所以或许 我以后有发现 可是目前来说的话 唐代的这个 豪福上面 并没有发现说 有就是这些图文 是在前胸后背 那至于他这些 什么 对焰 对诗 这些什么 对麒麟 这些的图样 他是什么样方式的呈现 也是 还有待在研究 那讲到图像 到了元代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有这种 这种就是 在前胸后背 各有方形的这种装饰图案 我们在原课本的 这个士林广记里面 有看到 当时的蒙古的官员 他们有这样子的 服饰的这种形式 可是这样子的 通常这些 我们所谓这个方形 这种胸背 他是一种花卉形状的 他也并不是一个 关接的标志 那不过这个样式 肯定是对于 明代骨子有影响 所以我们就说 凡事他不会说 贫困而来 那就是我们就可以 从他的意义上 跟他形制上来做 做这个 就是来梳理一下 那再来看一个 一件这个画 就是正式在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的 袁世祖出列图 那这里是袁世祖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 他的这个袍的中间 还有他旁边的这个随从 不是很清楚 不过可以看到 隐约他的胸前呢 都有一个 这种方形的 这种装饰图案 那下面一张 可能更清楚一点 这个是收藏在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里头的一个 克斯的曼陀罗 很大的一件作品 有245公分 乘以209公分 那在这个左边的 第一个跟第二个是原文中 跟原名中 这个是原名中的这个 他们应该是供养人 在这下面的一个图像 那我们就也可以看到 这个原代 他们的服饰 就有 他们就很 那时候的服饰就很流行 在前面有一个 一个方形的装饰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了文献 看了这个图像 那我们现在来看实物 像研究服装室 我们除了从文献上面 当然还有从图像上面 当然最 最可靠的 或最实在的 当然是如果能够有 考古出土的东西 那这一件是藏在中国 丝绸博物馆 在杭州的这个丝绸博物馆 的一件原代的这个半壁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他的这个装饰 他的这是后面 后面 那他的后面跟前面 都有方方的一块 不过在原代的时候的胸背呢 他很少是说绣花的 就是刺绣的 他大部分是用这种销金 也就是硬金 也就是说金色的硬染工艺 在上面的 那图案呢 也是差不多30公分 那内容的话 就有龙啊 有缝啊 还有鹿啊 还有一些 不过都是一些装饰的 这种图案 他并没有这种 等级的象征意义 所以他这些胸背 通常是以金色为主 到了明代 我们就讲到这个正题了 就是到了明史与福治 我刚已经有念过 在24年 他就在 就是明太祖 朱元璋 红五年间 就红五24年 那他就明定了 这个服侍制度 在每一个朝代 开始的时候 服侍制度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就改正朔 易服侍 每一个朝代的开始 他朝代的更换 政权的更换呢 他当然第一个 他一定年号一定会改嘛 像明代开始 他一定用明代的年号 那 易服色 当然不是指说 他把这个衣服的颜色都换了 而是说 他有一套 他的 国家的旗帜的用色 还有就是 服侍的制度啊 因为这个服侍制度 也是一个 管理的制度 所以几乎每一个朝代 一开始都会定立一些服侍制度 而这个补子 拿来定文武百官的 这个制度 就是从明代开始 那明代完了之后 当然就是清代了 清代 刚刚也有提过 清代是 等于说是女真族 在关外入关 入祖中原 那他们 在清史很多记载 他们就说 不忘祖训 所以呢 他们的服饰都要像 像大家熟悉的 像马蹄袖啊 这种开叉 四个开叉的这种长袍 龙袍 实际上都是便于马蹄社 民族所穿的服饰 那 在清代的一些文献上面说 不要忘祖训 要承袭这个 原来的这种服饰的饰样 不用汉族的 这个服饰 可是呢 他在某些上面 还是沿用 比如说刚刚前面讲的 十二章的图文 然后还有就是 补质的制度 那清代的补质的制度 当然就是 沿袭明代了 只是他有 稍微修改一下 我不晓得刚刚大家 记不记得这个 明代的五官 一品二品都是狮子 那到了这个清代 其实在 顺制年间的时候 还是一品二品是狮子 到了这个 就是 康熙之后 就是 就 变成 就是 一品是麒麟 那当然中间也有一些 小小的更动 那 但是变动不是很大 那到了 乾隆三十一年 所定的 就是中间也有一些 小小的更改 不过到了 乾隆年间的时候 皇朝礼器图示 所记载的这个补质 基本一直到 就是 清代结束 就没有更换过了 就是一品到九品 各个的 这个 等级上面 所用的 这个 鸟兽文样 那 那另外还有一个 卸质的 这个补质 那 等一下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卸质补 那 刚刚讲的 一品到九品 各个 各个关节 所用的 清鸟跟猛兽不同 那 为什么会选用 这些 清鸟跟猛兽呢 答案是 不知道 因为在 记录各个 补质制度的 典籍上面 都没有 说明 那 只有 我们翻到 这个明代 邱骏所撰写的 大学演义 补中 他有提到说 我朝定制 品官各有花样 那 刚刚讲过了 这个 公侯父马 伯秀 麒麟 白泽 那 这个不在 文武之术 那文武 官的 一品之九品 他有 印符花样 那 文官用 飞鸟 向其 文采也 武官用 走 兽 向其 猛制也 所以呢 主要就是以 各种 鸟的 这个 文采之美 然后用 兽的 这个勇猛之德 来代表 不同的品级 那我们 现在就 进入 我们今天 最主要的 这个主题 就是 我们来看看 清代 补质 清代 补质 这个 各个 品级上面的 这个 禽 鸟 跟这个 猛兽 在清代 补质上的 禽鸟 刚刚 看到的 一品到九品 虽然都是 自然间中 常见的 鸟类 可是呢 在补质上 他就变成 已经 有一点 符号化了 那鸟的 姿势 现在大家 看到 就是像 这个 这个是 六品 六品 这个 文官的 鹿丝 的 骨子 基本上 鸟 都是 应该是说 侧身 站着 而且是 金鸡 独立 就是一只脚 站在这个 山石上面 然后 朝45度角的 这个方向 望过去 那个 那即使是 有些鸟 是 应该是 算是有铺的 是水鸟类 可是在骨子上面 都一样都是 鸟 化成这种 爪子的形状 所以呢 要这个区别 每一个品级的鸟 羽毛的颜色 当然是一种 方法 可是因为 这种织绣 它不一定是用 全部这个 以这个 彩色的 那比如说是 盘金绣 或者是说 一些 织金的 那就 没有办法 用色彩来区别 所以我们 如果要区别 这个骨子的 它是属于 哪一个品级的 这个鸟类的话呢 还是要看 它的头部 和尾巴的造型 来分辨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先看文官 一品到九品的 骨子上面的 花样 我想 一品文官 先喝 大家一定猜到了 因为 我们在 这个 方埔里面 刚讲到 方埔是给 官员用的 所以像龙文 凤文 这属于皇室 所以在这个 文官的 这个 骨子里面 不会说 有用这个 凤凰 那 那这里 一品的话 就是用先喝 那先喝在 骨子上面 很容易辨别 因为一般来说 它是 因为它这个 是以 丹顶鹤 为代表 所以它通常 头上会有一个 小小的 这个红点 那 那 当然先喝在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是 它有高洁 清雅的地位 在道家的思想里面 白和又是一个 不朽的先情 所以 我想当 这个一品 官是先喝 是 很 很这个 可以理解 这个先喝 是排名第一的 那我每一品的 这个 这个 补质呢 我都会选 大概 三张的照片 来看看 左边 这一 这一件是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收藏 这是比较早期的 就是清代 非常早期的 一个补质 那右边 是清代 非常晚期的 这个 补质 那 当然 所以它的 形态 有点不同 可是我想 大家一定可以认得出来 这个是 先喝 就是白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二品文官是 井姬 井姬是 智鸟的一种 刚刚 前面讲到的 十二张 十二幅章 里面的华虫 就是指的是 金姬 这个 金姬 就是这个 井姬 它在 这个中国传统 服饰上面 占了有很重要的地位 像 这个 皇后的这个 嫡衣 都是这种 智鸟 那智鸟呢 它是高贵 很华丽 又有耿直 首节的美德 那在补质中的色彩呢 它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 它的 身体跟翅膀呢 是以蓝色为主 那 通常是 有一个红色的嘴 鸟嘴 那 最大的特征呢 我们就是要看 它有两条 长长的尾巴 这个就是 二品文官 井姬 那这边 也有两 两件 井姬 井姬 也非常容易 适比 我们只要看 有长长的 两条尾巴 就是这个 井姬 就是我们所谓的 金姬 大家也可以上网去 搜寻这个 金姬的这个 照片呢 它真的是 非常漂亮的 一件 鸟类 或许 所以说 三品是 孔雀 孔雀 还排在它之后 我的印象 很深刻 我在 我那时候 一直觉得说 孔雀 就是刚好 我在研究 我这个 皇后服饰的 第一的时候 那我 到了一个 这个鸟园 看到了 金姬 它真的是 非常的漂亮 因为五彩 真的是五彩 兼备 而且 走起路来 这个 气宇 宣昂 那它的旁边 刚好有一只 孔雀 孔雀虽然很漂亮 可是它如果 没有开屏的时候 真的就被 金姬 比下去了 那 怪不得 这个 在 骨子上面 这个 井姬 还在 这个 孔雀之上 那三品是 孔雀 孔雀呢 在骨子上面 其实也非常容易 识别 因为它有 它的尾巴上面 有这孔雀的 鳞眼 那它的头上 通常也会有 一至两根的 这个灵眼的装饰 那清代 常常看到 这个图画里面 跟 里面都有 这个孔雀的踪影 它当然也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鸟 那 而且说 而且传说孔雀 也具有久得 当然在 骨子上面的鸟 当然都是 很有 又美丽 又具有 具有这个 风采的鸟类 那 再来我们看 另外两 两件 骨子 的是 三品 文官 孔雀的 左边这一件 也是比较清代 晚期的 可是也是 非常漂亮 而且我们就看 它的尾巴 我们就可以 很明确的知道 它是三品 文官 孔雀的 骨子 第四品 是云雁 云雁 或许大家 觉得很陌生 其实实际上呢 它就是 飞翔在 高空的 大雁 我想我们 尤其是 这个 季节交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成群的 这个 大雁 在天上飞 那 它们会成为 一个人质 人质型的 这种 飞行 飞行的形状 那 所以呢 它是 它是 这种同伴间 它是会彼此 帮助的 一个鸟类 所以这个 大雁 在这个 中国的 就是说 传统文化中 它也是一个 非常具有 就是美德的一个 一种鸟类 所以它在 符子上面 是用在 这个饰品文官上面 那它最大的特征 其实是 如果是彩色的话 它当然就是金黄色的 黄色的 然后它的头是 秃秃的 那 不过后来也发现 有关于的 那最 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的 它的尾巴 它尾巴 短短的 而且通常有时候 会往下翘 就像我们说 像那个 压屁股 压尾巴的形状 那 那有的呢 它这上面 还会有黑色的 这个条纹 这个是 在颈部或背部 有这个黑色的 这个小横纹 这个是 云烟的特征 另外两件 骨子 也是 四品文官 云烟的 我们看看 它的特征 就是它的尾部 是往上翘的 那像这一件 也是短短的 小尾巴 然后它上面 有一些横纹 所以就有点像 这个 有点像 又有点像 野鸭子的感觉 再来我们看 五品文官 白衔 白衔是 也是巨鸟的一种 英文的话叫 Silver Fizant 银基 相对刚刚 二品的 金鸡 那它也是 属于 鸣鸟的一种 它有一个 蓬松的 这个白色的 长尾巴 所以在 补子上面 它的特征 就是它的 这个尾巴 是一个蓬松的 一个 而且通常 是用五条 那初期 也有三条的 不过 比较少见 大概 五品的 这个文官的 白衔 白衔 这个补子 是以 这个 就是 五条的 这种 蓬松的 尾巴 为特征 那 五品文官的 这个补子 传世挺多的 当然 这个是我 个人 就是 粗略的 估计 就是我所 看到的 那 不晓得 是不是 这个 五品官 特别的 多 这个是 刚刚讲了 这个 白衔 是白色的 羽毛 可是像 这个右边 这个是 以金线为主 的 这个 克斯的 补子 所以 它是 不是用 白色 呈现 可是我们 就是看 它的 尾巴 所以像 现在从 一品到五品 其实每一种 鸟类都有 它非常明显的 特征 我们就可以了解 说这个 每一品的 补子 是什么 现在到了 六品文官的 鹿丝 那鹿丝 是 补子 里面 第三种 全白的 鸟类 刚刚讲 一品是 鲜鹤 白色的 然后刚刚 五品 也是 白色的 白衔 那 鹿丝 也是 白色的 那如果跟前面 两种来分的话 当然我们也是看 头跟尾巴 它就是 短短的 然后 比较紧密 跟这个 鹤不一样 那也跟 白衔 不一样 那头部呢 就是 有一个 冠语 然后通常 有的 它会把它 就是做成 更纤细 更纤细一点 像我们看 下一张 美国大都会 博物馆 收藏这件 很漂亮的 白露丝的 这个布置 右边这一件 是在 加拿大的 皇家 安大略 博物馆的 这个布置 也非常的美丽 七品 是 七翅 我以前都念 七翅 可是我发觉 现在字典 又改成 叫 西翅 西翅 是什么 它是一种 水鸟 其实就像 鸳鸯 一样的 这种 水鸟类 那因为 它 紫色 的 这种羽毛 比较多 所以 也叫 紫鸳鸯 当然 以上讲的 这些 青鸟类 我们并不是在 什么鸟类学 然后分类的 那么清楚 所以 大致上 就是说 以中国的 这种俗称 对鸟类的 认识 来 为主 那 这个 西翅 就是 类似 鸳鸯的 这种 水鸟 那这个 在 骨子里面 它算是 这个 造型 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一个 隆起的 这个身体 那它是 有一个 这个 一格一格的 这种 鳞片状 那它的 尾巴 也是 短短的 因为它也是 一种水鸟 在 就像 我们看到的 鸳鸯一样 所以它也是 像这种 鸭尾巴 这种水鸟的尾巴一样 那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这个 背上的 这种 就是 鳞片状的装饰 还有就是 如果是 就是有一些 骨子 它会用这个 它的颈部 它会有一个 纵向的 直向的 这个纹路 这也是 这也是 我们辨别 这个 七品 西区的 主要的 来源 像这 这两张 也使大家 可以看到 它 最主要的特征 是在 它的这个 身体上面 然后还有 它的这个 颈部 有这个 条纹 那我们 讲到 八品 这个八品 大家的电脑 没有问题 这个是 黑白 黑白的 这个 图片 为什么我选用 这一张呢 因为我在 找资料的时候呢 在这个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它收藏 有三百多件的 骨子 可是大概 有一半的骨子 它还是 旧的档案照片 也就是都是 黑白的照片 那 而且呢 这 这一件骨子呢 它是1929年 入场之后 大概就没有 展览过了 那我觉得 因为这件骨子 其实真的是 小小的 这个鞍唇 很可爱 所以我想说 它就都 一直都躺在 这个典长室里 没有机会亮相 所以我们今天 可以让这个 我们凤云雅旭的 所有的人 来观赏到 这个可爱的 这个八品文官 这个鞍唇的骨子 那 这个 它就是 像一个小鸡一样 没有尾巴 那鞍在 这个鞍唇的话 因为鞍跟鞍同 就有 平鞍的寓意 这是用在 八品文官上面 我们看 这两件就比较 这个是 是彩色的了 都是在 加拿大皇家 就是 安大略博物馆 里面的收藏 可以看到 是以土黄色为主 然后没有尾巴 再来 九品链雀 九品的链雀呢 其实就是 兽带鸟 如果有 听通花鸟话的人 应该就知道 这个兽带鸟 就是有 长长的 这个尾巴 那在这个 捕子里面 这个兽带鸟的形象 就是 很容易分辨 是它的尾巴上面 有这个 有这个 点点 那它通常是 两条 很例外 也有三条的 所以我这里 找了一个 三条的 大部分都是 两条长尾巴 那有 黄色 蓝色 或红色的 这个点点 做装饰 像这两张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它 不管怎么样 就有两条 特别长的 然后跟这个 二瓶的 这个就不太 二瓶的 这个颈基 它是两条 长尾巴 可是比较像 那种 羽毛的 那种 长长的羽毛 那没有点 没有圆点 那九瓶就有 这个圆点 右边这个也是 这个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929年 入场的一件 其实 仔细看的话 它全部打紫 秀 秀出来的 非常精彩 可是很可惜 它从来没有展出过 那我这次 找资料 就觉得 就想到一句话 就是一入侯门 深四海 这些补资 其实一直都没有 机会展出来 不晓得为什么 有关于补资的 这种主题的展览 非常的少 那像大都会有 博物馆收藏 那么丰富的补资 它都只是在一些 比如说 明清织绣展 或者一些 这种有关于 这种 就是textile 这种 织物的展览中的时候 才会选择出几件 作为一种 陪衬的展览 而没有用这个 补资为 这个主题的展览 非常的少 那希望以后 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 一品到九品的文官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五官的 五官的这个文室呢 就跟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青鸟 有点不一样 刚刚那一到九品的青鸟 都是现实中有的 这个 这个鸟类 那五官呢 就不全是 比如说像一品五官 麒麟 麒麟就不是 真实世界中 动物世界有的 这个 这个 走兽 那 那我想 麒麟大家也不陌生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很重要的一种 神兽 不亚于 这个 龙 那 麒麟是说 在太平盛世中 才会出现 所以是一种 人寿 有大智慧 那青代刺绣的 这个麒麟 就是 就是 骨子呢 大部分都是用 这个 双脚 也有一脚 不过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双脚 然后 那我们都知道 它这个是头 就是像龙的头 然后身上也是有 这个 鳞片 那 像有这个 像鹿一般的身体 那它也是有提的 这种 像马 鹿 是这种提的 那不是那种 像狮子是掌 那个 脚掌 它是提 然后呢 这个是 我们看到的 这个麒麟的形象 那比较早期 刚刚那个是比较晚期了 就清代比较晚期的 那这两件是 清代比较早期一点的形象 所以我们在下一期的 就是补资的这个分享里面 会比较清楚的把力 就是每一个时期的特征 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我们这一次 这个单元主要是看 每一个品级不同的 这个它代表的青鸟跟走兽 那这个是 比较清代比较早期的 这个麒麟的形象 这两件 麒麟都非常的大器 很漂亮 那二品呢 二品是狮子 我想这个也不陌生 尤其在明代 一品二品都是狮子 那狮子在中国文化中 也很重要 那虽然它并不是中国的原产 可是在我们在庙宇 宫殿前面 往往都会放置一对狮狮 那当然也是象征着 它的勇敢跟力量 那像周代观之的 太师少师 跟狮子的狮是同音 所以狮子也具有 观韵亨通的意思 那在这个 补资 就是补资中的狮子 算是比较写实的 就是大家一看 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狮子的形象 那狮子还有一个特征 在补资的形象 它的这个 中毛跟背上这个毛呢 都是卷曲的 那三品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三品 三品是豹 那豹的动作很敏捷 所以身上有斑点 在明代呢 这个三品四品是虎或豹 是可以随用的 那清代初期的时候 是虎在豹前面 那后来就变豹在前面了 那中间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豹在这个 补资上面也很容易辨别 因为它上面有这个花纹 左边这一件是 织景的方式呈现的 它虽然它 是黑白 可是它的这个太阳 它是用一个 这个红色的太阳 那右边这个 是一个局部的这个 就是豹的花样 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很可爱的一个小花豹 四品是老虎 老虎很勇猛 那在这个捕子上面 跟豹很相近 可是豹是刚看到的是那种 圆圆的这种图 就是那种圆点的图样 那老虎的话呢 它的这个花样 就是一条一条的条纹 那有的甚至上面有写个王 那就毫无疑问 就是那个万寿之王 这老虎 那再看我们再下一张 这个就是看起来 就是有虎纹 右边这个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 我们风云雅旭 这次捕子的这个海豹 就是右边的这一只小老虎 这一件老虎的捕子 这件也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 它是在1936年入藏 可是也是从来没有沾览过 可是我觉得这一件 骨子非常的漂亮 尤其你们看它的海浪的这个线条 还有这个云纹非常的美丽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 让大家看一看 也让它出来晒晒太阳 这个就是能够这个 就是让大家看到 有这么可爱的一个老虎捕子 捕品是熊 那个捕子中熊的图案 比较不容易辨别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现实的这种熊的这个形象差异很大 那常常像我看有些出版书的书上 或者甚至博物馆的一些记录 也是有一些就是错误 因为它很容易把它当成是二品的狮子 可以作为区别的特征就是 熊的这个背的这个毛呢 它是直线的 那个那通常的这个 通常的它的这个造型也比较卡通化 就不是说真的像现实中熊那种 好像很那种就是很缩大那种那种样子 而且它比较像狮子的造型 可是它的区别就是在于 它的这个毛不是卷毛的 那这个是在无品里面的熊的造型 那在熊的造型里面 我多选了两张 就是在前面我有提到说 我在198几年 本来有机会整理到100片的补质的图像 就是张牧阳先生的收藏品的时候 后来就是这些也就是 就是随着这个张牧阳先生离开文物馆 也就散掉了 那后来我在2017年在写文章 帮历史博物馆写补质文章的时候 就发觉说 这一件的前片是在历史博物馆 然后右边是在北桃文物馆 那今天可以让他们在这边团圆了 那当然因为不同时间拍的照片 有点色差 那可能这边右边是有点褪色了 那这个是很很可爱的一对 无品五官的这个这个布置 你们看它这个就是 它的这个毛就是卷毛 不是狮子是卷卷的而是直的 然后那个 感觉就是比较可爱的这种一个熊的造型 那再来我们看六品文官 对不起六品五官 六品五官呢是标 标呢它就是跟老虎的造型很像 可是它的身上这个没有花纹 那身形也比较小一点 这个是通常呢 而且它有个特色就是它通常前面会有一道白色的 这个这种 这个应该算胸毛吧 就是它的这个花样 那身体就是黄褐色为主 那这两件是不同博物馆收藏的这个六品五官的这个布置 那我特别找到就是说它们大概是同一时期的 所以大家看构图非常的相似 但是因为所用的这个秀 秀线的色彩跟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呈现就不同的感觉 再来我们看七品跟八品 在这个清代的 因为我们当然我们这个单元都是讲清代的布置 因为主要是因为各大博物馆的收藏都是以清代的布置为主 所以我们就是来用这些布置来分析这个各个这个布置上面的图样 那七品八品的五官布置呢 传释的非常少 所以你们看我找不到这个图片可以来给大家参考 那在大明会典画的呢 就是像这样子所谓的犀牛 并不是我们所指的这种 好像我们所想象 Renosaus的这个犀牛 而是它是在像 有点像马 有点像鹿 然后头上有脚 那尾部很细长的这一种 一种也是一种这种想象中的一种神兽 那左边这个是在这个英国的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他们里面的一个皇朝礼器图示的一个局部 它是所以我们都也只能从这个这个图片中图像 就是清代的这种这个图像中 还有大明会典所技术的图像中 来了解一下这个这个七品跟八品的犀牛的形象 在补质中五官的补质相对非常的少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可能在下一期会再讲 因为可能也是到了清代后期买官风气盛 那买官的话当然都是这个以文官为主 它五官不太容易去这个来 让这个就是说让大家去捐官拿到的 那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在各大博物馆 几乎都没有找不到 当然是收藏家不知道了 在各大这个这个像博物馆中都没有 这个看不到这个七品跟八品的这个 五官的这个补质 那国立历史博物馆倒是有这一对 可是如果大家刚刚看到前面那么多补质的形象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对也会觉得说 它好像特别的现代 没有错 因为补质历年应该是说 在可能应该说是1970年代之前吧 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很注重的时候 就是广泛的被这个国外收藏 而且大量的补质都在国外的这个博物馆里面 那也许就是说我们自己 它是一个服饰上面的一个配件 那满清结束之后 就清代结束之后 大家也不是那么的重视 所以就是一直到 就是所以大量的补质都是在海外 那后来就是到了 就是比较安定 也就是说大家开始回去收藏的时候 那当然就很多这个 等于说现代工艺品就应孕而生 那这个就是 不过起码我们可以大概了解 这个犀牛就是七品跟八品 无关的这种形象 那在这个美国大度会博物馆 有一件收藏品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它上面的title就是 上面写的Square with Fantastic Animal 而且它是定位在这个明代的 那它的尺寸是15.2到16.5公分 这上面这些英文 这个是大度会博物馆 它的这个collection里面的这个记录 那在很多写这个古典的文章 这些或者研究学者都觉得 这一件神兽 这个Fantastic Animal 它应该就是我们五官 就是所指的这个犀牛 那不过因为这件事孤品 我记得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 研究不管是研究什么 像我们研究服装室 就是有时候只有孤品的话 还是要存疑 那因为只有这一件目前 那而且它15.2到16.5公分 虽然它看起它可能是有经过 才割过的 可是它好像也是有点小了一点 不过也是有待在研究 不过这一件这个 这个所谓的Fantastic Animal 这个想象中的这个神奇的这个神兽呢 造型是真的非常的美丽 然后它头上有个脚 就很符合这个 这个在刚刚看到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在就是 黄巢里奇图诗 还有这个大门会典中的一些 一个描述 好那我们现在看五官的第九品 是海马 它跟犀牛一样 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真实动物 Seahorse 不是我们在水族馆看到的这种 那个海马 而是海中的马 也就是说在 它的这个 如果我们从图像 这个像这个黄巢里奇图示 里面或者是在 这个大清 这个 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大明会典 什么这些有图 图像的这个点击上面呢 它都是画着一匹马 在踏着海浪 所以叫做海马 那这个也是 十分罕见 几乎在 就是 就据我所知的 就是说 在国外的博物馆 都没有这一方面的收藏 那当然刚刚讲到 这个历史博物馆 有个近代作品 就是 可以大概了解到 就是说 它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刚刚从 文官一品到九品 武官一品到九品 我们都做了这个 详细的解说 我相信大家如果再去 以后再看到 补子的时候 应该可以分辨的出来 一品到九品 文武官的不同 那 除了这个文官跟武官的 一品到九品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补子 叫谢制补 那谢制呢 它是用在哪里呢 是在明代的封县官 清代的都御史 副都御史 几世中监察御史 各道这些官职 它是属用在于 执法单位跟监察单位 的这个官员用的 那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 在明代跟清代 直观的这个等级 不是只有用 这个补子来分 像明代的话呢 它用它的这个 跑腹的颜色啦 然后还有这个腰带上面 你是用玉的 用金的 用银的 用西角的等等 这些都有严格规定 那这个清代的话呢 虽然这个补服 都是一样的颜色 那就是靠这个 头上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顶带 就是帽子上面的 这种装饰 比如说一瓶是红宝石啦 二瓶是珊瑚啦 这种来区分 所以像这个谢制补 所以你师服 这个谢制补 就要看你的这个 关接 就同样是谢制补 你可能督御史是一瓶 复督御史就是二瓶 就是也是有不同的评级 那谢制是什么呢 也是一种古代的神兽 那说文解制 有特别解释 这个制呢 是一种像有角的 那这个角呢 它会是个 就是说去抵 去戳这个 讲谎话的人 或者是讲这个 这个就是恶人 所以说这个 以前在诉讼的时候 是说有这个 谢制在旁边呢 他这个 他一看就知道说 哪一个是奸 哪个是善 所以说碰到监官二人呢 他就会用脚去顶 去刺死 去刺他 所以呢 一直以来 这个谢制就成为一个 联名正直 执法公正的象征 那在这个 很多这个 博物馆里面 也都有这个谢制的 谢制 这种谢制补 就是封献官跟御史 这些 监察御史 这些穿的 所穿戴的这个补字 那不过很多 很多这个 书上啊 或者是博物馆 也会把这个弄滚 会跟那个麒麟啊 或者跟狮子弄滚 那其实他也很容易分别 就是说 如果是谢制的话 第一个他有一个脚 像狮子就没有这个脚 然后呢 那麒麟的话是提 而这个谢制的话 他是 是脚 是像那个 狮子那种爪 这个 那个脚掌的脚爪 就不是那种提的这种 这种 构图 所以这个谢制呢 是 是在清代的 就是 他应该 也可以算是文官 所以 所以我们说文官用 用鸟 武官用兽 那可是在这个谢制 这个官 这个官 直官里面呢 他是 他是不是 不是这个 在文官酒品里面 跟武官酒品里面 而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系统 所以呢 很好 很有趣的是 我们中华民国宪兵的 军府的臂章 是用这个谢制 因为这个宪兵 算是一个执法单位嘛 所以 他的这个臂章 就是在右臂上 有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臂章 是用这个谢制 我找到了这个 可爱的这个 这个帅哥的 这个卡通图片 他就非常明显的画出来 他这个 这个是大概是 所有中华民国军种里面 唯一有用这个动物图文 为这个 臂章的 所以也是很有趣 一直 跟这个补子 还是有一点点关系 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就是 补子上的装饰图案 及工艺之美 我不晓得 刚刚前面 我们重点是在分析 文武官的 一品到九品上面的图案 那大家有没有 有些图案 我就是 局部 那有些我还是放了 整块的 整件的这个补子 那主要也是 看看大家有没有 注意看 旁边有什么图案 那 在清代的补子呢 它跟明代 有很大的差别 它 除了这个 这个鸟兽纹之外呢 它的 旁边的这些装饰图案 也非常的 这个 重要啊 而且也是 变成它的主要画面之一 就是 那 因为每一件呢 它的这种 织绣工艺又不一样 所以一直以来 也是 很 很乐于被收藏 也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这个单元 就 带大家来欣赏一下 这个 补子的 各个 细部的这些装饰图案 那清代的补子 特色之一 就是跟明代来区分的话 它的这个补子外面都有一层 像我们画框一样 那常见的 像刚刚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一张 这个就是有蝙蝠跟兽 幅兽文 那 那这一张就是 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每一个这个 补子 它有 都有一个边框 那 如果说我们严格来把它统计起来的话 我想 数十种 可能上百种都有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整理起来 就可以变成一个花边大圈 然后第二个 就除了这个有边框之外 清代的补子 在 差不多 19世纪中叶 也就是 同志年间 1860年以后 就是 这个补子的主角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鸟纹跟兽纹 越来越 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然后它其他的花纹就越来越多 那 几乎有点宣兵夺主 那我们最常见到清代图案 第一个就是太阳 我想刚刚在前面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那这个太阳呢 通常这个鸟或兽 就会面朝着它 那有一种说法是说 因为我刚刚讲 其实我们在明代清代的这种 点击中 记录这个补子 大概就只是说 一瓶用什么 二瓶用什么 也没有说 就说为什么用这些图文 也没有说 这个 它有什么意思 那当然我们就是只能说 以这个 现存的这个 食物 就是各大博物馆 这些收藏品 我们来归纳出一个 一个系统出来 那第一个 那所以说这个 太阳呢 就有两种说法 有的学者就说 这个就是指这个 因为是在康熙之后 才有的这个太阳 就说是向着对于 这个皇帝的中心 这个太阳就代表 这个皇帝 所以大家都要向着它 那另外也有一个 那另外也有一个 一种说法 就是指日高升 就是希望能够 每个人都能够 步步高升 往上升 好 那再来就是 还有清代的补子 不可或缺的花样 就是尤其到后期 这个 我们这个名词 叫做八宝沥水 现在大家看到 这一条一条的 或者叫做沥水 海水江崖 那还有这个山石 就很像龙袍的下摆一样 其实龙袍的下摆呢 就是象征着这种 浮海寿山 有山 有海 然后有这个 后面这个是 这个一个 这个 就是天上的云彩 其实就是表示一个天地 也就是一个 江山永固的意思 所以这里就是 跟龙袍的这种 下摆的造型就很像 尤其是在 我刚刚讲19世纪 后期的时候 就他有他的这种 就是对于这种 可能就是这种 海淹生平 江山永固的这种追求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 后面的这个云纹 那云就是跟运是同音 所以就是有 然后又有蝙蝠 浮气 浮运当头 那这个都是变成一个 祥瑞的征兆 那就像说 清代的龙袍 网袍上面 他的背 其实都是用这种云彩 为这个底 底部背景的 那另外还有蝙蝠 也是在那个 清代中期以后 不可或缺的一个图案 那通常之前是一对 到了后期的话 通是五支 所以像现在大家看到的 一二三 如果有三的话 必定是五支 这边还有两支 是不同颜色的 我们说五幅林门 这里这个是有五幅 然后特别常常是用红色的蝙蝠 是代表的红幅齐天 那另外的话 在这个清代 就是中后期之后呢 在这个补字上面 常常出现有这个佛家的八宝 或者我们称为八吉祥 就是我这边文字所列出来的 法轮 法罗 宝伞 白盖 莲花 宝瓶 金鱼 这八种图案呢 原来都是佛教的法物 那在有相争 不同的这种教义 不过到了这个 这个就是清代 很多的 其实不只是在这个谷子上面 像刺绣啦 还有一些 不管是建筑 木科 七器等等 都有这个佛家八宝的 这种八吉祥的图案 那不过后来都是这个 变成一种 就是代表一种 吉祥的装饰 那我这边找到一个 这个就是 就是八吉祥的图案 那大家可以连连看 对一下 在这个补字上面 你可以找得到 这八样的东西 给大家 30秒时间来看一下 你们找到了没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法轮在这里 那个这个鱼在这里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宝瓶在这边 然后还有盘长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 宝散 这个是 这个是 宝散在这里 宝散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我们说的 白盖 就是一个盖 在这里 白盖在这里 好 那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莲花 那这边就是 这里莲花 那这有 这个佛家的这个 八吉祥 都可以在这个 晚清的这个补字上面 找到他们的踪迹 那除了佛家八宝之外 还有道家八宝 我们称为暗八仙 也就是说 八仙所持的 这种八种器物 这有这个扇子 张国老的鱼骨 还有横迪 葫芦 阴阳板 宝剑 还有蓝彩和的花蓝 和仙姑的荷花 我们看下一张 可能会更清楚 大家可以找得到 好 我们也可以来 练练看这个扇子 宝剑 然后蓝彩和的花蓝 那我不晓得 如果这个是鱼骨 那因为我们今天 没有很多的时间 那希望以后 大家也可以到 这个 这个网站上面 像这一件是 这个 宾州大学博物馆的馆厂 大家可以上去 找一找这个 我讲的这个八吉祥 然后 这个是暗八仙 那另外 这一件补职上面 它也有佛家的八宝 就是八吉祥 它是在这个海浪里面 我看到刚刚的盘长 法罗 还有这个金鱼 都在这里 这个是四品云宴 就是四品文官云宴的补职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 这个就变成是在清朝的时候 这些装饰图案也在补职中 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不管是佛家八宝 或道家八宝 在清代呢 它已经是慢慢失去了 它的宗教意义 而是一种吉祥符号 那我们就是取 就是有的时候呢 也不一定是每一种都齐 而是说取几个数 几个 不过大部分 当然都是非常丰富的花样 像这一件这个 是这个五官 这个五品的熊 那其实我们仔细看 它上面是暗八仙 然后它的这个八吉祥 就是佛家的八宝 也是散落在这个海浪中 这个中间 那总之这些吉祥图案 在补职里面广泛的被运用 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杂宝 像比如说我们看到珊瑚 还有这个钱 如意 西角 这些等等吉祥图案 都散落在这个 在这个一方小小的补职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又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讲的主角 因为今年是虎年 再来下个月就是中国农历年 就是虎年的开始了 那所以我们这次 以这个老虎的这个补职 为这个 那这一件刚刚提到的是 我觉得它的线条非常优美 可是在大多汇博馆 一直没有展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欣赏它一下 然后如果把它放大之后 就发觉说大有文章 在这个海浪里面呢 你看这一件事乾隆时期的 是比较早期的 比刚刚前面看到有这种 佛家八宝八吉祥 跟岸八仙的这个更早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天空上面 就比较清爽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其他的图案 可是呢它在这个海浪里面 还是隐藏了一些东西 像这个莲花上面 有插了三根的这个古代的兵器机 那就有连升三级的意思 那左边这边呢 是有一个蝙蝠 还有一个庆 还有如意 就是古时候的乐器庆 所以这个是福庆如意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也先祝大家新年 连升三级福庆如意 那这个是在捕资上面 它就不乏有很多这种 除了它的主角鸟跟兽之外 它有其他的这些迹象图案在里面 这也是我们在欣赏捕资中的一个 就是除了看它是哪一瓶之外 我们也可以欣赏它的图案 那另外还有就是植物的图案 像尤其是很多水仙 林芝 这是常常有的图案 那牡丹花更是不用说了 还有就是桃子 石榴 佛手 这些都是在这个捕资中可以看到的 这种刺绣中常用的 迹象图案 那在这个图案之美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织绣工艺之美 那在这个补资里面呢 因为它是作为服饰用的 因为它是穿在身上的 所以通常呢 它以这个织的话呢 就是它不会用太长的针 就是用比较短 就是它针脚不会太长 因为才不会勾到 那在这个织绣里面呢 那织的方面呢 就是以克斯为多 因为它不是很大 刚刚讲了 戴青戴的30公分左右 可能就是27、8公分 那它这里就是 尤其到了青中叶之后的克斯呢 克斯工艺又非常发达 所以很多件很精美的补资 都是克斯的作品 那克斯我想它就不陌生了 又真为克斯啊 那它是通经回味 也就是它的所有的花纹 是用尾线来织出来的 那古人形容克斯呢 就是你往天空看看的时候 就是把它这个透着光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在接线的地方 会有好像有这镂空的痕迹 所以才叫做克斯啊 成空观之如雕 雕缕之像 那也常常有一句话说 一寸克斯一寸金 那这个克斯呢 在补资中 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呈现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是 二品文官这个 这个颈基的补资 那它这里除了克斯之外 它还夹 夹织了这个孔雀绒 就是孔雀的羽毛 也就是把孔雀羽毛 加粘到金线 一起织到这个补资上面 在这个红楼梦的这52回 讲到秦文补球 它所谓的这个球 就是孔雀球 孔雀球如果织成衣服 它会非常漂亮 我曾经在博物馆 看过一件孔雀球的衣服 那就是你可以随着光线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 非常闪亮的这种 绿色的这种光彩 那在补资上面也有很多 就是没有很多 我是跟博物馆有收藏不少 这种有夹织到孔雀绒的 孔雀羽毛的这种补资 那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也是克斯 那这个克斯 就颜色没有那么丰富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织跟绣感觉不同 这个织就是这种平面的 不是像刺绣是 在织物上面 那也非常的美丽 就非常的典雅的感觉 那这一件呢 大家看到的这是 美国国家亚洲艺术馆 所收藏的一件 明代早期的克斯部 那大家看到的不是两件 这个左边的是正面 后边的是右边的 左边的是正面 右边的是背面 那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看起来一模一样 没错 这个克斯的正反面 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也很高兴 这个美国国家亚洲艺术馆 在这个上面提供了这么高清 而且它有背面的这个图片 那如果怎么分辨 这个是正面跟背面呢 我们把它放大的时候 看到这个背面 这边有线结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这个是背面 所以如果是没有线结的话 真的是看不出来 它是正面跟背面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明清两带着克斯的精巧 另外还有盘金绣 盘金绣呢 是其实它就是一种金线绣 把图案用金线把它盘出来 然后之后用线在反面把它钉起来 那这种技法很早 那在唐代就有发现 而且叫做触金绣 因为这个名词是在这个 唐代这个法门寺的这个文物里面 它有这个记载 这种绣就叫触金绣 那在这个用金银线盘组图形 在钉的这种 在之前比较少 是因为真金真银是真的是 比较昂贵 那在补职中 尤其到清代晚期很多这种盘金绣 因为毕竟是金光闪闪 看起来很贵气 那主要是那时候的绣线也发展出来 就是说它可以用这种甲金 滚着这种线 就是丝线或棉线 绣成这种盘金线的效果 所以在骨子中很多是有这种盘金绣 那像这个 大家看到的这个 是它有不同的色彩 有银线或者不同的这种亮度 那所做成的这种盘金绣 这件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有这个 佛加巴吉祥在这个上面 这个是 也是清代晚期 常看见的盘金的绣法 在这个补职里面常常看到 那另外一个是打指绣 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刺绣的话 在补职上面表现 它都是用比较短的针法 因为这样子是穿在身上 比较不会比较牢固一点 那这一个 所以在补职里面很多打指绣 打指绣其实它的针法很简单 就是针出来之后绕几圈 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一个小 一粒一粒的小疙瘩 可是它要做很工整是很难 因为它必须每一个针的针角 跟大小都一样 那也有满地跟陆地 所谓满地的意思就是全部绣满 像下一张这个就是全部绣满 你看它这个蓝色全部都是一针一针 一个点都是一个大纸绣 然后布满了整一个补职上面 所有的这些针法 都是用这个打指绣完成的 非常的厉害 像这个饰品文官云烟 也是不晓得大家的荧幕够不够大 它每一点每一粒都是一个这个打指绣 那当然这个后面是盘金绣 那通常打指绣会伴随着这个圈线 把它的轮廓这种中线绣 其实也是就是钉线绣的一种 把这个轮廓绣出来 另外还有在补职上常见的是纳纱绣 纳纱绣是比较是一个通称 像因为刺绣的名词太多了 那我也是选一个比较通用的称法 那纳纱绣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所谓的十字绣 可是当然它这个布料是用特别的一种 比较硬挺的赛卷 很细很细有点像我们的纱窗很细很细 然后它就是完全用点 有直线或者斜线来一点一点 一针一针构成每一样图案 那周围有的在用这种我们说圈线 钉线的圈 圈金或者是圈中线把它围成 那像这个就是没有完全秀满 有看到背景 那这一件是我蛮喜欢的一件补职 是北投文馆收藏的 你看只要一个点 其实它就是一针 然后它从这个周围的这个祥云纹 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海水 江崖山石 每一点这个都是一针所构成的 那这个背景也很典雅 是这个梅兰竹菊 这边所以这件是由这个纳莎绣 所做成的这个骨子 那最后我们就开始看看珠绣 珠绣就是 当然就是用这种细细的珠子 珠绣其实在中国由来也很久 可是在之前都是小局部 就像刚刚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 太阳是由这个小珊瑚栗 小珊瑚株株所组成的 那珠绣以前都是用的 因为都是用这种比较宝贵的石头 像珍珠啦珊瑚啦 或者是宝石类 所以它通常都是比较是点缀 点缀式的这种绣法 那一直到清代 像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 是玻璃珠 也就是光绪之后呢 才从这个现在的菲律宾 就是旅宋进口了很多这种 这种就是开始有了这个玻璃的 这种小米珠 所以就到了清代末期的时候 就是晚期的时候 就开始有大量的珠绣开始 那之所以最近你们看 它的图案也比较现代近代一点 不过这边有一件这个 差不多是乾隆时代的这个骨子 它的这个就非常的这个珠 它就是完全是用珍珠绣出来的 如果大家的电脑够大 螢幕够清楚的话 可以看到它这个珠珠 其实大小颗粒不同 就是天然的这种珍珠 制作成的珠绣 这在这个这个补制里面 所占的并不多 我刚讲大概只是用在这个太阳上面的装饰 那这两件事在这个大都会博馆收藏也非常精彩 所以跟大家分享 那超出了一点时间 谢谢各位耐心的聆听 那我觉得补制是真的是很精彩 那可是今天呢 其实只是一个应该叫做基础篇 我们只是认识了文武官一品到九品的补制 还有他的这个织绣工艺之美 他的吉祥图案 那可是呢 除了这些品官级别的补制 还有什么样的补制呢 然后妇女也有补制吗 然后还有补制从明代开始到清代结束 这个制度有五百多年 那这个其中有什么变化 还有最重要 而且这也是我对服饰文化最有兴趣的地方 就是外在的美丽 就像刚刚大家看到的公益之美 其实他所蕴含的服饰文化的意义 其实是更有趣的 那我是希望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补子 主讲是高本丽老师 中情人文历史热爱传统服饰 高本丽老师是中国文化大学家政研究所的硕士 前北投文物馆的馆长 他研究传统服饰已经将近40年了 有关他的学术会议与发表著作 还有他的兴趣 是包括了中国服饰文化 织袖工艺 台湾民俗文物 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 关于这些的记录 都可以参考我们风言的网站 那么我们今天呢 很想听一听高本丽老师谈一谈 他如何从1984年开始 专注于补子这个主题 那么他怎么样开始这样的一个兴趣 以及他所做过的展览 他所发表的文章 高老师请您跟大家聊一聊好吗 谢谢德老师 大家好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2年 大家都平安健康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画面呢 是在我在1995年的时候 策展的一个小展览 那其实这也是我离开台湾 跟离开北投文物馆 做的最后一个的展览 1995年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因为那年8月 我就移居到美国 因为全家已经在这边 那所以这个展览 我当时办的有一点仓促 可是这个展览呢 又是我算是筹备已久 非常想办的一个展览 那这个展览的册子呢 是在那时候是因为文件会 现在是文化部网 我们有申请到这个补助 就是每一年我们会以馆藏的一些文物 做一个小特展 然后做这个小 这个一个一本小小的图路 才十几页 那其实文字很少 就是一些展览的展览的这个一些图片在里面 那刚刚讲为什么这个很充促 然后为什么又筹备很久呢 很充促就是刚刚提到了1995年 因为已经准备要来美国了 所以在各个方面很多事情要准备 那而且就是那时候就是 就是文物馆已经开始要转型 要准备在筹备基金会等等 那可是为什么又说筹备很久呢 是因为要再把时间推回到1984年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几张是 我在1984年在我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呢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学校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还没有对未来的工作 有一个就是很肯定的一个愿景 说我以后要做什么 那在那一年呢 我就陪我高中同学一起去北投文物馆应征 因为那时候看到报纸上有个消息 就说北投文物馆 他没有写北投文物馆 他写文物馆征行政助理 所以实际上是我陪我同学去应征 然后结果那时候就是第一任的馆长张淼先生 我想如果大家对台湾民俗有兴趣的人 都知道他是一个 在当时是一个大收藏家 他在1970年代就开始收集了台湾少数民族 还有汉族民族的一些民意品啊服饰等等 那他我陪同学去应征 那他也问了一下我的背景啊 我就说我刚从这个文化大学加征期毕业 我的论文是写这个跟中国服装是有关系 皇后的礼服 然后他一听就说这样子好了 我们本来只是录取一个人 那现在我跟另外一位合伙的张老板讲 我们就一次录取两个人 那我的同学还是当行政 做行政助理 那我就是负责这些文物的典藏啊 展览啊这些等等事物 所以过了两天我们就去上班了 那我去了文馆没多久 那张美洋先生就说 本来呀我有收藏了很多这个补字 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补字是什么东西 他说我有收藏了很多补字 我已经选了100张拍成照片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我想把它整理出书 你来帮我来收集资料来撰写 然后老实说我那时候对清代的服饰是一无所知 因为我刚提到我的硕士论文虽然是服装史 可是是写皇后的礼服 而且呢只是从到 因为是皇后的唯一的一套大礼服 灰衣也就是我们在诗经上面读到的第一啊 那是从周代到明代 所以为止啊 因为清代的服饰又是另外一套系统 所以呢我根本是一无所知 然后后来去找了资料也非常的难找 因为当时补质这个 这方面在国内还有就是台湾都非常的缺乏 只有大概在这个史书上面记载一些 它的规定啊等等 那收藏的食物也很少 那虽然100天当时觉得很多 可是它也不是每个品级都全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可是看到这么精致的这种这些织绣啊 我真的是被它深深吸引住了 所以我就开始找了一些资料 但是呢资料真的是很有限 而且再加上北投文馆那时候是 等于说才管设整理好之后就开了 所以开馆之后 等于说才正式的进入了这种所谓的筹划跟 然后筹划跟开馆 还有这种各个展览等等的事宜 所以几乎就是 其实那时候我每天上班都是几乎超过十个小时的 可是我很enjoy在其中 就是从馆藏的 从001号的这个文物开始收藏整理起 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补职的收藏 刚刚讲了这100多片是属于 张沐阳个人的收藏 并不是属于文物馆的这个馆藏品 只有一部分而已 所以呢 所以这个这本书的这个编辑呢 就是也不是priority 那而且到了1987年 也就三年之后 张米洋先生也离开了那个北通物馆 所以这100片谷子要出版的这些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而且当时张米洋先生他的这个他的想法也很高 他是觉得说要全部彩色印刷 在那个时候如果要全部彩色印刷 是需要很大的成本 然后也没有出版社或者是任何的支持就很难达成 所以这100片补职后来就分散了 那我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直是一个遗憾 所以后来等于差不多10年之后 就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到了1995年的时候呢 我终于用了这个文物馆 其实文物馆的补职其实大概只有20来件 那搭配了清代的祖先画像 就办了一个这个展览 就把这个我一直想要呈现的这些资料做一个做一个记录 不过呢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展办得很匆忙 所以说我觉得因为当时还有就是像我1995年 也出版我的那本台湾早期服饰图录 就所有的事情都集在一起 所以这本小册子我后来发觉措置蛮多的 所以一直一直觉得很遗憾 那这100件的这个补职后来也就就是随着张明洋离开文物馆 也就他后来我知道他就把它转给一些私人收藏家跟博物馆了 那刚好到了这个前几年2017年的时候 历史博物馆呢他就他们有一个专题的一个月刊 在219期就2017年12月号的时候 他们要写一个补职的文章 那就请我写 那我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个 就是说后来就是来到美国之后 虽然我一直就是呃就是没有在文物馆工作 那呃看服装文化 收集服装文化资料还有补职的资料一直是我的兴趣 只要我后来就变成我只要看到有关于补职的资料 我就会去呃收集啊或者资料就会收集 那到了2017年的时候 我就很高兴能够比较完整的写了一篇文章 不过因为篇幅的关系啊 因为是月刊发表篇幅的关系 所以呢大概只有差不多呃六七千字吧 然后嗯主要就是清代品官补职 那其实补职的内容包更比这个包罗的更广更深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网络非常的这个呃方便啊 那我在准备这一场这个呃 我们的风言雅旭分享的时候呢 呃上了浏览了各大博物馆的补职收藏 那今天大家很幸福的可以坐在这个呃 大家的电脑或者你的iPad前面 可以欣赏各大博物馆的收藏 而且我后来结果我也很觉得我呃 呃当时我觉得啊那一百片补职后来没有整理出书 我觉得是一个遗憾 可是呢我后来呃这几天我就觉得说 呃其实还好那时候没有出版 因为我那时候的知识跟能力实在是不足 而且呃一百片补职实际上根本真根本是一个呃小意思 那呃呃这段时间我浏览各大博物馆看了上千个上千件补职啊 啊那很高兴我们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分享 好非常感谢高老师啊 那么高老师这边有几个问题啊 其实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这么精彩的补职啊 那是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机构来为这些官员设计这些精彩的补职呢 哦哦这个问题很好 那个呃如果是这个皇室的这种像我们说的龙袍啊 还有后来我们下礼拜会讲的这个呃这种呃 呃这种呃就是他们的所谓的龙挂这种圆形的这种补职 那这种皇室呃他们是有专门的就是说呃呃这种就是设计图案给制造辅作 就像我们知道江南江南三制造啊都是包办这个皇室的这些织绣 那至于这个文武百官的这个补职呢 他只是一个定就是说就是刚刚讲的一瓶是什么二瓶是什么 那他这个是可以在一般大的绣装里面去定制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补职的花样才会那么多的随着时代流行啊或者是随着地方还有这随着这个设计者的不同才会有那么多精彩的这个图样 所以大家看刚刚看到那么多补职也是说虽然某一看上去好像就是呃就是一个鸟跟一个呃什么狮子啊 可是实际上你看他的背景图案是每个都不同的 所以这个绣装有是可以直接跟绣装这个友人设计来制作的 好那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可能呃不太在这个范围里面不过很有意思啊 他说这个古代的衣服怎么洗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么精彩的补职哈 这怎么洗法的洗衣洗会不会坏啊 很有意思的一个小问题 不晓得呃高老师们什么想法 那个其实有些衣服是不洗的 那个呃像我们呃其实像清代像我们刚看那些补服啊 还有龙袍像清代的服饰是没有领子的 所以他们都有假领子 然后里面当然我们以前衣服又不是只穿一件 那呃里面的当然就是说你们穿在里面的这种呃我们我们现在所谓的内衣啦 那就以前的像这种呃棉制的或麻制的袍啊穿在里面 或者是那那外面的像大家看到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么漂亮这种盘金刺绣的 那真的是不能洗或者他只能用这种呃呃这就像我们说棉布沾水去拍打一下就简单的把他的这个呃就是污渍去除一下 因为像以前我在文物馆我们也有收集这个东西真的这个还有我认识一些收藏家 如果碰到水他整个真的就褪色或者是那个就是阴开来真的是如果他的染料又不是很好的话 所以以前不太洗衣服不是不太洗衣服是说这种精美的衣服其实他是变成一个也不是就是特别场合穿的 所以他并不是像我们每天要现在每天要洗衣服这样子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关于Royal Ontario Museum 似乎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补职的收藏啊 是的 有什么一个原因吗或者一个典故 为什么他们特别的对这个补职的这个收藏啊这么丰富 呃其实那个呃我呃最近为了找这也上了各大博物馆 像刚刚刚看到很多像大都会博物馆跟刚刚讲的这个安大略博物馆啊 那实际上很多国外的博物馆他们的来源都是靠捐赠 或者是说这种呃有这个方定去购买 那呃那国外的博物馆他们做的很详细 所以你进去你就可以发现说他们之所以收藏那么丰富 那就是一定是某一位收藏家 你会发觉说每个补职他的来源是同一个同一个人捐赠的 或同一个呃呃呃就是说呃有人方定去跟这个人买的哦 那捐给博物馆的所以其实呃我想不只是补职 其实很多像有些像玉器通气通常都是有大收藏家 私人的收藏家他后来捐赠给某个博物馆 而成为这个博物馆的一个非常收藏的这种某一项的这种特别的特色 像我想呃为什么呃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还有这个加拿大这个博物馆的补职收藏会那么丰富 那就是因为他们有几个是从这些可能是当初对补职 特别有兴趣的收藏家 大概都是在1920年代那时候收藏到的这些 或者更早收藏的补职 那他可能后来就通通捐给博物馆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就说到最后这些博物馆 而这些收藏私人收藏到了博物馆之后 我们才可以有机会看到这么多精美的东西 对真的是太棒了哈 这个为了这两场演讲 高本毅老师呢他认真准备了七个月 那么也就是在过去的两百多个日子里面哈 他每一天哈都在啊 把他三十七年来三十七八年来 没有每一天啊不过常常 几乎了哈 就是这个两百多个日子以来哈 把这个过去三十七八年来的这个累积的资料哈 还有这个啊图片啊 还有很多的点的点击哈 再次的一个整理 并且还地毯式的这个搜集了很多各地博物馆的资料哈 我们今天简直就是一个有主题的这个博物馆的一个 一起的一个展览啊 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几千张的这个图片里面筛选在筛选 所以今天各位可看到的每一张图片啊 都可以仔细看到旁边有那个小小的字 所以每一张图片都是有来源根据的 不是只是在网站上的一个一个copy pass啊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啊 那么啊一共有五个单元嘛 高老师对不对 对 我们五个单元 第一个是捕子的溯源啊 清代捕子的这个鸟兽纹样 好装饰图案跟工艺之美 下面下面第二讲哈 是捕子与祖先画像 对不对 很精彩 其实也就是捕子 捕子在祖先画像 还有其他一些图像中所表现出来的穿戴的样子 跟它的意义 是 还有捕子的发展跟流变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五百年一定会有一些流行跟变化 也是也等于把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 我们再做一个梳理一个总结 大家可以按年代来来欣赏 不同时期的骨子 对 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们要希望大家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欣赏 所以新春如意周末愉快 请大家打开视频 打开声音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高老师 真的是太精彩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把 谢谢高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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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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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新春愉快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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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